青年 誰啊 來了 來了 你是誰啊 你好 這裏是李莎莎的家吧 對是 請問你是 我是前几天跟莎拉一块出差的同事 我来是有件事跟你说 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你说吧 我能承受你 莎莎在出差的时候 出了点意外 人已经去世了 什么 这不可能啊这 你是不是骗了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是她的遗路 你收着吧 莎莎 先生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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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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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病了 需要做手术 我想借30万 那行吧 我再问别人借一下 喂 诈天哥 是我小博 最近忙吗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没进手里钱负义吗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我妈生病了 着急做手术呢 需要30万啊 行吧 我再想别的办法 老公 沙沙 还能不能借到 沙沙 不过你放心吧 给妈做手术的钱 我一定能凑到 老公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就是我的同学大委 他帮我重新借了算一个工作 就是有点偏远 不过工资挺高的 而且 只要老板说 如果我同意干那份工作的话 会提前预制我20万的公司 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的话 如果我去那儿上班 20万可以拿来给妈看病 然后 咱家不是也要车吗 你把车也卖了 这样钱应该差不多了 行了 沙沙 你就别说了 我是不会让你出去工作的 我呀 就算把车 把房子 全部都卖了 我也不会让你出去工作的 给妈 治病 做手术的钱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老公 小伯 你说的是不是我同意了 但是 你必须先把钱给我转过来 那不可能 我必须先接到你的人 我才会给你钱 你放心 我都已经答应你了 肯定会去找你的 别说了 行 那好吧 我让财务给你转过去 二十万是吧 对 二十万 减二 你等着收款吧 好 小伯 我都是BB红练 我还是爱你的了 请你懂 心就痛 谁爱过谁会懂 跌跌撞撞之后 还是纠缠不住 我还没有 心是一个比平 你买吗 没有人 没有人 最后 财式 你